剪排净零 使用绿电它不是一个上一步的口号 慢慢变成一个企业竞争力的展现 那眼光福德家我们在做的是 再生能源就是绿电的交易 我们把自己当作绿电交易的平台 让企业甚至到个人要购买绿电的摩擦 几乎没有可以很轻易的买到绿电 我们有一个slogan 我们有一个核心理念 就是让能源永续走入日常 因为你能够让这些事情走入日常 它是可以融入在你的生活当中 这时候你才能够永续的执行 例如像太阳能电场能量的密度是低的 所以它会需要比较多的空间 就像是家里你的闲置屋顶 出租出去让电场盖在屋顶上面 让电力变更多之外 你也可以得到这个组织的收益 那这就是社会参与过程当中 可以产生那些价值 对民众来说 它是一个自愿性的去购买 可是对企业来讲 在制造过程当中 生产过程当中 设计过程当中 也尽量的介绍碳排 这一两年开始减排净零 使用绿电 它不是一个上映过的是口号 它慢慢变成一个企业竞争力的展现 除了大型的企业的绿电需求 其实我们做更多的周小企业的绿电需求 因为你说要让大型的发电厂 要把电力卖给中小企业 那其实摩擦是大的 我们从中间一个节点 那这个节点 左边有很多的发电厂 那右边有很多的用电户 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 这些发电厂跟用电户的匹配 跟其他受订业者最大的不同的点 在于我们的用户非常非常的多元 这个多元性 除了可以让用户可以降低购买摩擦之外 我们在调度的能力也是越来越高的 我们客户里面有制造业 我们有些客户它是零售业 或者是门市 这几个企业当作一个群组 去跟一个电厂做匹配 去让这个匹配的效益最佳化 平台的最大的难处 在于供需的平衡 因为任何一方过多 或者是过少 其实你就会让这个交换的摩擦 会增加很多 平台要做的事情 就是让供需交换的摩擦 降到最低 这时候平台才有价值 如果只是一个企业 去找一个电厂 那去做电力的交易的话 那其实这个摩擦 它会一直都存在 更不用说金流 资讯流这些东西太复杂了 所以对企业购买率的人来讲 这个门槛太高 所以当每一个企业 都会遇到这个门槛的时候 勇冠福德加 我们就是把这个门槛 先走过一遍 你们都不用再走了 所以这企业就产生 效率上面的大幅的增加 效率大幅的增加 其实就代表说 我在供需交换过程当中 产生了一个价值 那这是我们在做的事 我大部分都会把工作 都排在中午之后 在中午之前 我就会把当天要做的工作 都会稍微先整理一下 然后把会议全部都排在下午 跟同事们讨论 因为不管我们自主报告 或者是要跟同事沟通 我们上面协作的软体 其实基本上都一定要 要使用笔帖 所以没有笔帖其实很难工作 我觉得第一个是重量 它不能太重 所以重量很重要 再来是外形吧 个人会希望它低调一些 但是它也会比较提升它的专业感 第三个 不管你是在视讯 或者是在处理文件 隐私或者是资料的安全 其实很重要 那我自己会觉得 有针对商务人士 去设计一款笔电 有另外一个软性层面 就是它能够表达 它说一个专业的象征 我觉得那个其实更重要 它不是只是让我觉得 拿的时候不会太吃力 它让我心理负担也觉得轻 会让我觉得生活变得更便捷 我常常跟同事是 面对面的在交谈 或者是在讨论事情 但是如果说你需要 共同看一幕的时候 它可以直接翻到180度 所以它可以看得到 我也可以看得到 那这次我觉得 它非常方便的地方 那还有我觉得 还有一些小巧思 就是例如说它的camera 它有一个遮罩 可以体会到说 在设计这个笔电的时候 这个小功能它也想到了 个人的喜好是比较偏低调的 所以我个人对于笔电的外形的需求 就是它不要花里胡巧 就希望它能够越简洁越好 因为我平常都是文书作业 然后基本上时间都没有问题 因为续航率是高的嘛 电脑的电池续航率不高的话 你也会有它的电能的焦虑 这台电脑就不会有感受到 常常用了一天之后 电量可能还要50%以上 再来是我们平常在处理资料 常常会需要两边的资料的对比 这时候你分割画面的时候 你十有笔十到六有笔十有笔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 你的舒适度会提高很多 我觉得安全性的保护 它比较像是 你没有感受到它的存在 它要出事了 你才会觉得它的重要 所以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 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当然就是它自然做得好嘛 特别是在我的工作过程当中 有时候不在电脑身边 今天如果说有指纹辨识 或者是有脸部的辨识 它就会让你心里多一分钟 安心感 你不会担心让别人来使用你的电脑 而你每次回来的时候 你又可以很快速的进入工作状态 我一天大概有两到三个 我会使用思学会议 像电脑就算是光源 没有这么足够的情况之下 它还是能够让你的影像 是非常清晰的 那更好的是 外面周遭这些环境的杂音 因为它的AI降噪的功能被过滤掉 所以跟同事们或是跟客户在开会的时候 它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 听到我 让中间这个歌歌最小化 如果太薄的话 有时候你按到没按到 或者是误按 我使用体验会变差 这个渐程是大的 达字的过程当中 其实效率也会提升 触控版它的板測面积又大 那面积大 你就在使用过当中 比较没有虚线的感觉 基本上它该有的都用了 不管是USB的 或是Type-C 所以神区有很多 要带个转接头到处跑 这种很麻烦 因为我们自己在这个领域 其实都对环境永续这一题 非常非常的重视 那所以在不管是 USB的11住行上 其实都很希望 不要做过度的浪费 所以说在这台电脑 它本身有部分的料件 使用的是PCR 所以会让使用上面的心理负担也小很多 我觉得它最适合就是 工作地点不固定 特别常常会是在公共场合工作着 我觉得它很适合 这种让轻让我在使用上面 没有什么负担 那再来就是在使用上面的安全 让我在进入光状态 不会有太多的摩擦 那在我工作上面又更有效率 这几年会让我有一个提悟 就是不用担心自己回到原点 我只要确保我在不同的高度上就好 那这让我在不管心境上 或是在团队的带领上面 其实都多了更多的地气 我只要是在团队的带领